三度登上國家音樂廳舞臺的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和平交響樂團 二零一八年的春季公演慶典的號叫 昨天晚上是在國家音樂廳登場了 那麼參與其中的音樂家是橫跨七國之多 而這一次是特別邀請花蓮美倫國中的全體師生 前來欣賞這場音樂饗宴 有許多的孩子是開心地表示相當的期待 那麼今年也適逢猶太裔美國音樂家伯恩斯坦 名誕100歲的日子 那麼和平交響樂團也首度嘗試用全希伯萊文的方式演唱著名的歌曲 來紀念這位偉大的美國音樂家 三度登上國際音樂舞臺的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和平交響樂團 二零一八年春季公演慶典的號角音樂會在十二號登場 參與其中的音樂家橫跨七國之多 透過共同的語言音樂合一地將優美曲目傳遞給世人 也向這位音樂大師致敬 這次除了台灣的音樂家之外 我們這次也滿感謝變成是國際進行樂會 滿多國家音樂家一起參與這次的盛宴 還有我們也從花蓮過來的原住民的這些青少年們 跨越的族群 跨越的語言 跨越的國籍 這次活動也特別邀請花蓮美輪國中的體育班 前來欣賞這場國際級的音樂會 校方期盼能夠為這群運動小將們帶來豐富的心靈饗宴 今天來到這裡有很多的意義 那第一個意義是 我們今天把偏鄉的孩子帶到國家音樂廳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那第二個意義呢 是體育班的孩子聽交響樂團 這也是我們的第一次 更期待他們在每一個孩子心中 都能夠有藝術的種子 所以呢 今天這場音樂會 我相信會帶給我們每一個孩子 第一個心中內心的一個和平 美輪國中體育班的學生則是興奮表示 能夠有機會來到國家級音樂廳 聆聽人生中第一場音樂會意義相當非凡 因為之前都只能在電視上看到 聽到 然後就是完全就是跟親自來到這邊的感覺 就非常的不同 所以我們也很榮幸能夠來到這裡 非常的開心 然後就是之前都看電視的嘛 就能第一次看現場然後感受那些震撼的現場 這次慶典的號角音樂會的演出曲目 有五首是由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創辦人鄭明熙所創作 靠著鄭明熙長期對音樂的樂愛與初衷 歷經十年發展 才轉型成現在的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和平交響樂團 演出足跡也從台灣走向世界各地 而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和平交響樂團也始終秉持著透過音樂 為社會注入希望與平安的理念 持續奔走到世界各地 原則新聞極化石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